已经在接的路上了,但是 我 为什么有枪啊,Lulu 因为她落的那个地方 她在外面拿了枪过来的 哇,这不是 破大房,我跟你说,真的 这是 这个 这一局机会还是蛮大的 一圈的优势也没有太大了 这个是在进场的时候 然后在门口被逮到了 哇,左边这个愚人的数据有点夸张 20个人头 是啊 刚才跳出来的 加高的V这个血量 噴倒了一个,第二个呢 有机会了 是的,喷马鱼龙喷的是头 然后第二个人是连打的 哇,这波守住了好像 哎呀 怎么怎么 你在干嘛呀 这,这怎么会翻下来呢 没收住脚 这两个人 不会以为 结束了吧 我估计 我估计她想错什么东西了 你知道吧 但是 一打一 哎,要么信息错了 要么怎么着了 是外面MCG的枪线 直接结束了这场战斗 然后 能服吗 Hero能服 这太难了吧 地狱难度 这AD是在玩艾尔登法环 简直 哈哈 那是老头才玩的 哈哈 看一下啊 哎呦 哎 子弹子弹也不够了 打到后面其实 因为他第一个人补不了嘛 嗯 那个人退回去了 一进一退 DT 这个圈DT是可以空到那个十字路口 T字路口的房区的 RBS顺位比天路要高一点点 巨幅被击倒了 还是一个救不了的地方 他都觉得这一路 开过去来不及了吧 我觉得还可以 站出心放弃了就已经 RBS看到天路了 要打了吗 RBS的人还没有完全的拉过来 他现在今年只有一个人 就是monster SMS确实还是比较喜欢赌人的 哦 这里 悟空打了一个 嗯 白龙马用极短的TTK的时间 就把五一给放倒 啊 CTG想往 这个扩张扩张的想法 只能是 搁置了 CTG像是 呃 丢了一个流手 过来他滑过来很关键的 滑过来的是的 没人知道他的位置 一个大射身 95k 他还要再打一个 船长王本来就难攻 特别容易拖很久 有在正面可能会有一点压力 SMS已经贴过来了 看一下另外一边的 主画面的战场 Monkey先打了 把JOK给补掉 现在要找一个人去迈一下 CTG需要找测 而且一直往人少这边切 左边这个圈要吊人了 网骚骚 腿过来之后 他是被Cobra在高点给发现了 是的 TMA急需分数 因为TMA在右边 他在右上 他在左上角 Monkey King一个不错的机会 他离圈很远 最后一个人 悟空的最后一个人 位置已经被锁定了 哦 刚才这个雷炸的声音 刚好是遮住了PIC男 翻下来的声音 而且还有烟盖 盖了一部分脚步 FTY在南部分踩的 柏梁和老橘分踩这个房区 非常的关键 这个圈是吃到了 于是 TMA是第一个进到北部区域圈内的 嗯 他要卡 然后罗斯科尔打了柏梁 Why 这 挡枪线了吗 难道说是 可能是被什么Bug卡住了 也有这个可能 因为 罗斯科尔倒了 不会吧 这个时间 这个节点 哈 我觉得TMA 时期的位置相对来说 可以活动的范围大一点 TMA那边会被TMA给抽到 我觉得TMA如果不持续封烟的话 应该分数会被 因为 TMA慢慢的给直接刮分掉 TMA的视野实在是太好了 把腿脚都打得选择困难 哇 FTY这个点 得亏是旁边当时没人撞 不然裂了 那一定要注意啊 TMA也是排名很靠前的一个队伍 是的 感觉TMA已经 现在 被包夹了 情况非常的糟糕 TMA应该是 应该是无缘前三了感觉 TMA剩了最后一个人 露露 考验混着 SMS 北部山坡切过来 然后天路是一路 是听着他们过来的 SMS确实这波 位置上稍微低了一点 但是暂时也不吃什么压力 啊就这样就可以接受了 那还是一分 好最后这一分是17兽 还是要打 破片手榴弹 这个高点有点要命 哎 哎哎你别挡 好像确实被敲了一枪啊 是的 吓一跳 太专注了 TMA现在反冲的余地 牛艾比和天路都要推 关键这个圈RBS是最舒服的呀 是的 没办法全要 崔奇胆子挺大的 一个42发的扩容弹夹 拉到蓝圈里面 还是要小心一点 这可是五圈啊 牛HAPPY是不是要摸到天路的旁边了 这个路线这个角度 再看一下近点 天拔已经连续倒人 但是崔奇奥很顶眼醉下和零术 这一波战斗的主要输出核心 咱们 等下转了一下 他 他到底是要去天路那方 还是去那个 RFTY这方啊 他现在一定要做选择了 这时候 这波只打了这么一样半选 是龙斯哥出手的话 牛HAPPY就是要走RFTY这一侧了 他不好再往上走 因为RFTY会抽 我其实不太确定 牛HAPPY刚才犹豫的点在哪里 所以和平不等于安全 这个点真的是 天路还在处理背部 战火被点燃了 战火的点燃是来自于天路和SMS 其实天路这波只要不倒人的话 右侧就几乎没什么人了 看看会不会给到牛HAPPY 来了来了 牛HAPPY是腿过来的 这波天路要快打 一定要快点打完 烤鱼拔枪慢了一点 这波天路解决战斗的速度怎么样 还可以 看屁股 但是不够快 快但是不够快 因为牛HAPPY已经过来了 位置不好 这个下斜坡 如果牛HAPPY拿下的话 这个高波是可以踩住的 测线已经被站住了 哇 现在天路有点分身乏术 刚刚缓过来之后 现在牛HAPPY踩到头里 匆匆匆匆的立功吗 反打了一个 这个位置有点吃雷 太吃雷了 这个下坡 因为就跟天路打SMS一样 这种下坡高波打下坡的话 他就投掌物枪线很好拉 你知道吧 男男的雷啊 他是最挂后面的一个选手 他靠预判 把雷 用雷把天路给炸死了 是的 直播IFTY也正面接了一波团战 但是拿下了 现在分数怎么样 分数怎么样 差四分 我跟你说现在三四名 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前三个这IFTY会 捡到了一个空头 这个时候中间打炸 IFTY有可能会去劝 这样的话 IFTY就多了拿分的机会 如果NUHAPPY知道旁边是IFTY的话 会不会考虑FTY的优先级更高一点呢 NUHAPPY现在现在 终于就都放在巨幅的分数上面 因为FTY现在跟他没有威胁 是的 NUHAPPY能看到K的分数 肯定是要K的 他留一个人盯住FTY就可以了 RBS果然 RBS看到NUHAPPY拿分之后 自己还是有些急切的想拿出来打 位置分的稍微有点散啊 打MCG了 哇 FTY这个时候狂劝 真的没人管他 NUHAPPY忍住了 这波NUHAPPY 没有选择特别深入 哇 明明两枪大炮 好像是两枪头12月直接倒地 现在RBS的进攻要被缓解一下了 Monster也是被 因为是明明击倒了周皮炎 所以明明击倒了12月 所以他们对12月的位置是比较清楚的 周皮炎 配合上 已经 已经被挤出去了 天鹿已经被挤出去了 是的 现在前三已经定了 前三内 前三内 前三内后 哇 谁吃鸡谁第一啊 这意思是啊 这个排点太细了 玉苗点全是对的 石头里边有一个 但其实这个时候龙四哥已经拉出来了 底波周皮炎 接到了旺仔 旺仔下去拉侧身位已经没了 再打一个 FTY正面的两个人顶前面的全没了 要顶了要顶了 还要给周皮炎一个打药的时间 周皮炎完全没打药 周皮炎直接趴着 打了打了打 但我没看到 主要是人数够多 人数够多就是无敌的 龙四哥把两个周皮炎 是的 周皮炎在一个地方待太久了 这个距离还用三倍镜吗 换神 有没有可能是开进速度会稍微慢了一点 因为他看的是石头后面 哇 龙四哥是找了个空 打了两个 龙四哥血量太低了 明明那个位置帮不上忙吗 明明 明明往前顶 二打一 龙四哥